各種資料都可以在這裡 有效率發生還要有效率 都是一些最好的資料 不管是標誌方式 收集方法等等之類 或是配合遇到什麼狀況 我們給一些大群的介紹 那相對於要成就這件事一定要有庫 所以我們的負擔就是我們為annotator 可是成就這兩件事一定要有工具 那我們的工具就是我們的平台 那我們的平台其實它會順應電腦視覺各個不同的需求 我們就會開發多年的標準 那也會順應它的model學習的cycle 什麼叫執行後幾分 就是有些它要求就是到我們家deliver過去之後 那把rack 全部都給race 而且他們會很吸引一些feedback的system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現在覺得 跟市面上的一些compact的 我們覺得我們跟人家的不一樣的地方 對的一些compact的reform 我要再調整過之後看一下更全面 謝謝 你給我們那個太好的意思 我們回去rethink一下 大家就不在心想 下時段上面就繼續... 對對想要往上 對 對 很好啊 謝謝 所以這個是只是專程來遞邀請函 還是有什麼要討論的部分 對啊 有些細節的部分想要辨 對啊 也想跟政委這邊可以再稍微對焦一下下 那這是我們現在的一個邀請的 記者會的一個邀請 那round down 的部分 其實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主要是說 因為我們其實 就是那天記者會的時候 就是可能 我們希望可以先準備一下新聞稿 所以在想說 就是希望也可以quote到時候 就是政委的一些話 OK 那所以我們有稍微整理了 下營之前的一些觀點 也希望是說 這兩個部分 會不會是委員這邊 就是可能想要講的方向 沒有問題啊 會就這樣 哈哈哈哈 是嗎 哈哈哈哈 你怎麼會這樣 哈哈 可是這次就是這樣 沒有問題 OK 是 好然後因為 我們其實有 上次有來請教政委 就是提到說 就是AI產業化跟 產業 AI化這件事情 那因為其實我們 之前還沒有調整之前 我們真的就是比較focus在做 產業化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現在也是想說 再請教政委的意見 就是說 對於AI產業化這件事 如果我們先把position 拉到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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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想要做的 其實有點是 裂解這個整個產業 那就是 可能 產業流程再設計 對 產業流程再設計 對 然後 我們其實有想到是說 其實當初 比如說像台積電 他當初就是把外包這件事情 其實是另外裂解出來 成為最後成為 外包變成一個很專業的 對 外包管斷 對 那我們現在其實想要 企圖想要做的事情 也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 所以在想說也可以 就是 請教政委就是說 對於這個部分 你覺得我們先比較抓到 是AI產業化這件事情 對於我們一些什麼 建議或是想法 沒有 可是我覺得你們剛剛 畫的這個 就是比較的那個 雷達圖 對 這個雷達圖 對 這個雷達圖其實已經 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說 其實 真正不可取代的 是 並不是資安防護支援 那個他們找第三方 Bender大概就有了 對 而是所謂的策略諮詢 對 那 因為這個部分 當然 一般來講 外包不會含這個部分 而且事實上 他們通常是先去找策略諮詢 再找外包 嚴重的意思 絕對不是 被外包的人反過頭來 變成這個策略諮詢 對 所以其實你們的 我覺得最大的一個 跟別人不一樣的一個 價值主張 就是說 你們可以一面執行外包 一面告訴他說 其實你要教小孩 小孩是不會 你要調整你的教材 之類的 就是你的教育哲學 也要調整 什麼之類的 現在小孩都 就是 這個都不需要 對 都不是這一套 就是說 你可以一面就是又回到 他想要解決那個 實際問題 去 去調教那個 他為健康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 知識性 是 任何重包的平台 大概都沒有辦法做到的 因為重包 它是 基本的意思 就是說 像 Amazon 它不會管這是 AI 標定 還是什麼別的標定 它本來就是把東西派出去就好 所以 它其實不太可能去 回過頭來 告訴客戶說 那你自己在價值上面 怎麼樣去提升 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大家都 以前覺得 什麼資料像石油啊 你要弄了很多 才能萃取一點點啊 但現在你只要 搭配好的算法 其實你就算 只有少量資料 就是 常常開玩笑說 不是只有大樹可以鋸 小樹 現在也可以鋸 怎麼樣都鋸得出東西來 那我覺得像這種 比較是新的算法 帶來的想法 大部分你們的客戶 可能都還沒有想到 可能像的都還是以前的那種 就是高運量 單一行事 就這種就是 前面的幾代的 machine learning 甚至當你還不講 machine learning 的時候 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來的 這個volume velocity 這些當然 都可以去吸收 那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回去告訴它 其實你不需要 這樣子 你可以透過一些 新的算法 你的資料量 就不需要累積那麼多 因為你是很貴的 那另外就是說 你可以用什麼方式 去augment 這個資料 去用旁邊的peripheral 隨便什麼這些方法 那這個東西的advice 我覺得這是 你要執行一陣子外包 你才會知道的 了解 對 所以就是等於是說 確實如果它不來找你外包 你憑空看 你也沒有辦法 可以出這些建議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flow 如果把它講得很清楚的話 那確實它就有一個 很明確的價值主張 而且是別人根本不想碰的 因為它不可能做這件事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不同的服務 但是你可以說 你在這邊要累積一定程度 對 合作的經驗 對 我們才能夠回過頭來給這個服務 對 那你憑空來給我給這個服務 我對不起 但沒有辦法做 對 嗯 嗯 我覺得這樣講就很糟 對啊 OK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 就是討論的時候 就是 我想說就直接問 直接請教 當然 當然 但是我們其實就是 以肉水來講 我們也合作了一些客戶 那在台灣這件事情 我們就是 如果 往上拉到AI產業這件事情 對 我們今天早上也談到就是說 其實 我們 未來 可能我們是照材的供應商 對 照案的供應商 對 可是其實我們現在看起來 其實有覺得 有一點點擔心 就是說 我們這個照材的供應商 就是 你知道前期AI 有些老師們 然後 教出來的孩子們 他們可能 還沒有長大的狀況底下 就是 我們很擔心 就是 會 有點擔心 會看到說 會不會是 他們都還沒有長大的狀況底下 我們就很擔心 這樣會不會就已經 不見了 怎麼說呢 就是因為 應該是說 那個AI它像很多公司的應用 其實它是在養小孩的過程 那其實我們有時候 有點怕是 當我們在支援他們養小孩的階段 可是因為那個其實 是前期的資源 因為小孩還沒承認 其實他不能 不知道他好用 他拿出來 就除非是像我們漏水偵測這種 就是你有做5%就是5% 有做10%就是10% 就這種 就是strictly incremental 就是說 你做一點點就好一點點 對 如果是調那種案子的話 倒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再怎麼樣都比 就是師父 一直大廳再去進 每個水管廳要來的好 對 它只要好一點點就差很多 對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說 如果從AI變成AI產業化 這一段好像還有一段距離 好 那我們現在喊這個 對 因為其實 這其實也是跟直在同樣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直在到那一個環節 完全都可以交給特定身心狀態的朋友做 這當然是最好的 當然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工作流程都很容易變這樣 對 對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反而是反過來是說 那它是可以執行某件事情 那但是 還是有 就是不同的 可能非常別的朋友們在旁邊去 support 那但是因為一個人他可以 support 三個 對 所以他還是不是自己做這三份工嘛 對 那所以他一個人 support 三個 他的工作品質也提高了 因為他不是真正去做那些就是第一線的工作 那 那這個其實就有點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在台灣自來學公司的那個案子裡面是老師傅 我們都是叫機器學徒 就是在他們甚至是透過LINE去跟這些機器學徒溝通 然後去調教他們這樣子 了解 對 那我覺得這個metaphor是老師傅可以聽得懂的 而且他也不會覺得好像會被取代 因為學徒判斷力就是沒有老師傅好啊 確實啊 5%、10% 對 只跟得上老師傅的5% 那但是確實一般的人類學徒也是這樣 對 所以這個師傅就比較能夠接受 就是說你不是讓他實業 也是讓他工作更有品質 對 對 那這樣的話AI他就比較是 因為我們以前AI都有一點說Augmented Intelligence 好像說你要把它這個擴增到這個 非常厲害無敵的這個強度 可是我現在越來越多是把AI當成我們叫做Assistive Intelligence 啊 了解 那其實他只要幫你一點忙就好了 對 就跟學徒一樣 你只要帶他的時間 能夠抵得過他幫你省的時間 對 你就可以帶這個Intern 但是你把它想成是Assistive 嘛 你不要想成是好像他多麼厲害 這樣子 了解 對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就比較容易去Position 哦 了解 差不多 因為好快喔 嗯 很高興可以交換意見 而且這個 這個稿子很好啊 我們就直接放在像新聞稿裡 我都沒有問題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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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來講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是 國安農造多是一個人 是